我昨天上班 又迟到了 我像平常一样冲下楼梯 跑进我家旁边的地铁站 列车正要离开 而就像慢动作一样 我看到车门正慢慢关上 我冲了过去 希望当我挤在门上时 车门会因此打开 长话短说 门并没有开 而我被卡在上面 车门无法像平常一样打开 幸运的是 有一位好心的乘客 把我从车门救了出来 我也因此没有迟到 但当我完成工作后 我在休息时间坐在电脑前 搜寻 为什么会发生类似早上的事件 事实上 列车一共有两种地铁车门 第一种是带有感应器的车门 这表示 当这扇门侦测到障碍物 例如大腿 手肘 甚至是包包时 它就会再次打开 当你挤进去后 车门就会自动关闭 或者站务员会按下按钮 来把车门关闭 不过 有些车门却没有安装感应器 我想我在上班时遇到的就是这种门 当它碰到障碍物时 这种车门并不会自动缩回 它们会继续压住那些被夹住的可怜虫 今天早上我就是那可怜虫 好消息是 这种没有感应的门 并不会对你造成严重伤害 关于强制关闭车门是有其一套标准的 而如果事情没有出错的话 当你被夹在门上时 你不会受到超过20公斤的夹力 不是很舒服 但也不到很严重 但这些资讯让我开始思考 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列车车门都装上感应器呢 这样我就不会再被无情的车门给夹到了 不过事实再次证明 这个问题比看上去还要来的复杂得多 一方面 如果车门装置出了问题 在行驶途中 带有感应器的车门可能会被打开 进而让乘客从行驶中的列车被抛飞出去 此外 如果人们不断地挤压感应车门 使它们不断开启 那就会严重扰乱列车时刻表 并造成严重的人为堵塞 最后 在机构中装入越多零件 发生问题或损坏的几率就越大 例如 感应器车门如果接触到不应该挡在前面的东西 车门可能就会意外开启 考虑到这些情况 没有感应器的车门好像也不坏 就是这样 当我搜寻网络来寻找答案时 我还看到一些有关全球地铁系统的有趣资讯 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旅行小诀窍 要在地铁上找空位的话 请选择靠前或靠后的车厢 这种聪明的方法 可以让你不会在尖峰时刻 或是其他人潮涌起的时候被挤在座位上 地下铁 指的是伦敦的地下铁路系统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铁系统 英国在1863年开始启用地下铁路 第一台电气化列车于1890年出现 而世界第二老的地铁系统位于布达佩斯 匈牙利地铁于1896年开始启用 2013年3月 超过1200名日本工人将一台地上列车转变为地铁 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而且需要进行大量的变换工作 但东京居民甚至没有注意到 期间有任何异常 这项工程在列车停驶时进行 而且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 施工时间非常紧迫 末班车在凌晨一点到达瑟谷站 而第一班车则是在凌晨五点发车 但事实证明 仅仅四个小时就能让这些日本工程师 和建筑工大军完成所有的工作 他们甚至还有时间进行几次列车测试 在纽约和伦敦 其实有些建筑物根本就是大型装饰 他们里面根本没有任何东西 因为这些建筑只是用来遮盖地铁维护和通风系统的外墙 说到纽约 许多地铁站都有单向的出入口 分别是前往市区和郊外的列车 当你刷卡进入时 你就无法直接变换月台 你也不能拿到退费 而如果你是购买无线搭乘卡的话 问题会更难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等上18分钟才能再次使用 你住的城市中也有单向出入口的地铁站吗 在留言中告诉我们吧 在二亥二州的辛辛娜提示 有一个几乎完工但却从未启用 最后被完全废弃的地铁系统 它的长度超过3公里 是美国最大的废弃地铁系统 该工程于20世纪初期开始进行 但因为成本过高 导致该计划被弃制 在紧急情况下 最安全的地方是在地铁车厢内 但如果你必须离开的话 请寻找蓝灯或白灯 蓝灯表示在那附近有电话 灭火器和电源开关 至于排列成圆形的白灯 则表示那里是出口的位置 希腊城市在建筑地铁系统时 常会遇到大问题 这也不奇怪 每当他们开始挖掘新的路线时 就会找到一些古代的废墟 在22年前 中国广州并没有任何地铁系统 但看看这个现代奇迹 该城中的地铁系统 一共有惊人的257个站点 和14条路线 每天有将近500台列车 负责运送800到1000万人次 而该地铁系统的总长度有 483公里 蒙特旅的地铁列车 有着用浸泡花生油的木头 所制成的刹车片 这种刹车片的声音非常小 另外 他们也能减少金属车轮的磨损 更重要的是 专家们指出 木制的刹车片比钢制或碳制的刹车片还要环保 纽约人常常因为忙碌而无法多花时间住于四周 他们都喊赶着搭上地铁 但那些少数有时间看一下列车长的人 通常会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 在车站里 列车长总会把手指指向车窗外 如果你往手指的方向看去 你会发现他们永远都指向同一个地方 在纽约市的每个月台之间 都有一个黑白木条 如果将这块黑白木条与列车长的窗户对齐 他们就会知道现在可以安全开门 这非常重要 如果火车停在错误的地方 后方车厢或前方车厢可能都还在隧道 那乘客很可能就会踩空 但列车长不只会看木条 他们还必须用手指指向他 这样才能表示他们有仔细在看 在华盛顿特区 你不能在地铁上饮食 原因吗 因为你可能会弄脏大多数地铁车厢上的地毯 那政府将多花额外的经费来进行清理 最后 纽约地铁的车站是世界最多的 一共有472个 另外 爱连顿公爵乐队的成名曲 Take the Atron 就是在描述纽约的地铁 各种的列车会前往哈林 那里曾经有许多很酷的爵士俱乐部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这里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请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